先吃梨,等下再说试啊 这是挑的小的哦 这是大的你看 这是小的,这是大的 黎子吃完了,现在我们聊一下关于黎的事情哦 今天是我第四天上山在里了 我第一天寄出去的那批梨啊,好多网友都已经收到了 目前为止的话,收到两个网友给我的反馈 哎呀,吃个梨好像吃得饱了 有一个网友给我的反馈就是说这个梨啊 有点硬吃起来 嗯,水分呢,也不是很足 还有一个网友呢,给我的反馈就是皮比较粗糙 但是吃起来口感还可以啊 嗯,我昨天晚上呢 针对网友给我的那个反馈啊 我自己也想了好久,失眠了真的 就考虑这个梨,要不要继续再卖下去 后来考虑了很久,我还是决定哦 今天再玩这一天以后,后续的话先暂停了 等我收到更多网友的反馈信息以后 我再去决定,要不要继续卖这个梨 因为我 卖这个农产品的初衷也是 呃,希望把好的东西啊 推荐给大家 如果大家觉得这个东西不好 我就没必要 再去卖这个东西了 所以我刚开始这个量 借的订单也不是很多 每天 呃,上限是50单 和我之前做那个黄桃一样的 刚开始 那个订单也不敢借多 等 网友们给我反馈以后 说这个黄桃好吃 吃起来很甜 我才敢批量的去采购啊 这个理解也是一个道理的 所以说 今天 再一天的话 明天就 先暂停了 因为只有你们吃了 说好吃 这个东西才算好吃 我说这个东西好吃 没用的 所以刚才我吃梨的时候 我也不说我这个东西好不好吃 我只是填饱一下肚子 早餐再吃 这个梨呢 它就不像我们之前吃的那个黄皮 吃起来的话就是皮很脆 它这个皮就比较粗糙 不然我把他去给人家没办法带 这个时候我不是在那里抢 我不是在那里抢 没有什么 就是说啥 哦 说啥都不像 我都不把你留带 我都放一张 我都不把你留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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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不能 我这个东西的 你这些人 你不可以留带 你不可以留带 是吗 不可以 老板你慢着不得了 不得了 要到那里面反馈 我打了里面很油茶 打里面是虚分多 我每天都打了一晚多几 老板 我现在老板打我电话 我就要拿钱 我说我为了当地老板 一巴一学了 给你钱 我就是说要你老板帮我修外套 我天天帮我帮忙 我也没回来嘛天天帮忙 我来说你呢 老板 估计要求你把他那楼梁扎完 我打这个第三个都没有人的目的都没有 我就打老板 人家没人家都是扎的 都是发带车子的 我就没说是他 他的楼梁就是个鸡丢啊 就是说你把个帮忙把他扎掉 老板 估计要求你帮忙 估计要求你帮忙 把个鞋带起来 噢噢噢 现在我幸福了 噢噢噢 我开了 发着 噢噢 那个老人家那里还有一千多斤 等大家的反馈吧 我也希望大家就是收到你以后 拿一个出来尝一下 如果大家反馈好的话 我再来载 如果反馈不好的话 我真的是无能为力帮他真的 好了 其他的也不多说了 赶紧回去打包反话 好 好